哎哟 猫 哎呀 两只猫咪 这是什么呢 这是啥呢 曾经我们把酒言欢 你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自从去了广播小站之后 听说你在这不仅有了慕妮之交 还有了人中荣凤的好姐姐和李子弟弟 我不管 我吃醋了 我要把我的友情捍卫到底 所以我来了 让你看看到底谁才是你的真朋友 为了证明我俩的友情 我要先爆料一次我俩真友谊的故事 有一次我从上海回北京 突然想吃一家火锅 就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 大概十分钟左右 这位万能帅气有品味的好友 就立刻把火锅店的联系人和包厢号发给了我 于是我满怀感激地吃完了这顿火锅 刚准备去买单 结果他还早早地把单买了 这位细心的朋友 为了避免让我们一下猜出是男是女 他还是写的那个拼音的 这指向太明显了 人中龙凤的好姐姐 那就肯定是你们俩其中一万 谁是他好姐姐 我是他教练 那不就指向他了吗 哦 这么意外吗 应该是跟小景有关吧 不会是 不会是 李荣浩吧 不会啥呀 你里面 只能容下浩子了 啥呀你这是 乱谐音梗 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不可能吧 这不是一个假的 浩子夹吗 哦 有点像浩子夹 是不是 李荣浩 怎么来的嘛 这真的是 李荣浩呀 这是 是不是你请过他吃火锅 我请过他吃火锅 就等友谊的见证人是何老师 对 他们俩认识的是我 签的线 我其实特别想在这感谢我的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李荣浩 一个是白晶婷 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多陪伴 我觉得就是一些美好的友情啊 他是可以 无时无刻地去关注你并支持你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坦白讲 当听到这个问题的那一刻 我脑袋里的第一支就是 李荣浩 李荣浩用你救吗 他的吉他可以漂浮的